三度确诊新冠后解割出归 美国总统拜登边笔赞 手上还拿着口罩 也没有走近和媒体说话 回到白宫也有点冷清 因为副手贺锦丽已经开始选战造势 贺锦丽第一站来到上个礼拜 才刚主办共和党大会的密尔瓦基 明显就是来呛瞎的 而从她的演说也看到了 接下来会怎么面对川普 攻击川普是联邦认证重罪犯 诈欺又满口谎话还欺负女性 再来也批川普阵营只会活在过去 强调未来愿景放大中产阶级 把民主党执政下最为民众诟病的 经济高通膨反转成政策关键字 连番操作之下让贺锦丽民调有起色 换败之前贺锦丽是小叔 现在是稍微有胜算 而民主党内传出是推动换败的 参众两院领袖也出面相挺 另外贺锦丽的民子谐音 也被网友发现和台语 后经历很像 秀称他是来收拾残局的终结者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奥运前线掌握最新赛况 热血镜头五环战场一把招 巴黎迎来第三次奥运 全球目光聚焦花多 7月24到8月11号 请锁定TVBS巴黎奥运特派团队报导